再去看一下这个红肠花 红肠花买回来到现在 这个花一直开 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 它还在开 看到没 所以想要养一盆夏天会开花的植物 而且好养的植物 一定要养上一盆红肠花哦 开的花又漂亮 好养又耐热 除了开花 它还在疯狂的迁藤 看到了吗 已经长得很高很高了 哇哇 看它自己的腾性这么强 好吧 这个天气热 就会带来一些不好的 就是这个病虫害很多 大家看到没 这就是这个牙虫 它专喜欢在这种 嫩芽嫩叶上面 好在牙虫我不怕它 我有绝招 用这个比丛林喷一次就能搞定它 看一下这一根上面有 好像也有一点 好现在就去调药 这个比丛林稀释800到1000倍 给它摇匀 然后给它喷到这一个 有虫子的这个上面 这个虫子比较多的地方 就多喷一点 发现这个牙虫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喷药 治理 要不然它就会吸取这里面的 这个营养 那么这个嫩芽就长不好 底下这个还没有长虫的地方 也给它喷一点 尤其是这种新长出来的嫩芽 因为这个牙虫最喜欢 长在嫩芽上面 可能这地方的这个味道比较好 比较嫩 好了 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分享关注哦